第32集 书街上回 街说着一段射雕英雄传 上回书咱们说到段天德携带的李平 打算往北方去 到了扬州地面刚住的店里头 他可就瞧见 有人跟店主东打听他 趴着门缝这么一瞧 是一个相貌妻丑的矮胖子 和一个美貌少女 书中代言这两个人您就知道了 是江南七怪当中的三爷韩宝居 和七姑娘韩晓莹 两个人都一嘴的嘉兴土话 虽然说段天德不知道 他们姓什么叫什么料想 这是江南七怪当中的人物 所万幸的呢 这个扬州的这个小店的掌柜的 不得懂啊嘉兴话 双方一时呢说不明白 连笔带话的互相猜 段天德呀 一听啊 你们这矫情着 他翻回来急忙拉着李平 从这个店的后门就溜出的 这是故船在跑 他可不敢稍有停留 从扬州这儿 还顺着运河北上 一口气啊 他就跑到了山东境内 威山湖畔的立国义 这一道上啊 这个段天德 虽然是个西娅流皮子 但是对李平的倒没有什么 非分之想 非李之心 为什么呢 这李平啊 本身长得就粗手大脚 哎 相貌呢 也不是多么点的俊俏 而且这会儿显怀了 咱前文书一再说 他和包氏都已经身怀有孕 这个李平这会儿啊 杜甫龙起 大着个肚子 而且每天呢 不是哭就是骂 两个人日常相对 也是相打相骂 并没有一刻安宁 所以段天德呢 对李平倒没有什么 非分的举动 可是没过几天啊 那矮胖子和美貌少女 又追到了山东了 段天德呢 他就想在屋子里面 悄悄的躲过去 哪知道李平啊 是大喊大叫 因为李平知道 有着追他们俩人 所以一旦知道 来了救星呢 可叫险叫起来了 段天德也够狠的 就拿这个棉被啊 塞他的嘴 而且呀 狠狠的就打他这么一顿 李平啊 是拼命的争扎呼叫 虽然呢 没让韩宝居 韩小营 兄妹二人发现 但是真是惊险之志 段天德本来一直带着李平啊 就是想万不得已的时候 以他为志 危机当中令敌人呢 不敢过于的紧逼 这是让敌人有一个投鼠忌器 这么一个意思 他拿李平当人质 但是眼前形势已经变了 自己一个人呢 倒异于逃脱 留着李平这么一个孕妇 坐在身边实在是大大的货胎 他这李平啊 再女伴男装装不了了 为什么 他肚子大了 而且这目标太好找了 现在啊 韩宝居韩小营啊 俩人就说找孕妇 倒不如现在 我把李平一刀杀 却是手脚干净 嗯 等到啊 韩室兄妹两个人走了之后 这段天德呀 可就把刀拔出来 李平呢 时时刻刻呀 也是寻找机会 打算跟杀父仇人段天德 是同归于尽 替父报仇 但是每到晚间睡觉的时候呢 就让段天德给绑上了 联手带脚全捆 他也不得其变 现在一瞧段天德 目露凶光咬牙 切齿手持利刃 把刀给亮出来了 自己心里边 暗暗的祷告 郭孝天呀 郭孝天 我的孝天哥 求你 在天有灵啊 保佑于我 叫我手刃 这个恶贼 我呢 就地下跟你相会了 他暗含着 由怀里边呀 把秋处基道长 所赠的那把短剑呢 就给钻住了 这把短剑 他是贴肉而藏 这么些天愣 没让段天德 给搜了去 咱说了 段天德对他 没有非分之想 并没有在他身上 摸摸缩缩的行为 所以这兵短剑呢 一直没让段天德发现 段天德不知道 到现在冷笑这么一声 举刀往下 这么一砍李平 李平呢 死至已绝 是丝毫不拒 他使尽了平生之力 挺短剑 他也不管段天德这刀堕塌 拿这剑呀 就扎段天德 段天德就觉得 寒气直逼自己的面门 他会捂 回刀这么一条 他已经看明白了 李平手里头有一把短剑 他想把他手中的短剑打路 哪知道啊 李平手里头这把短剑 是秋处基道长所赠锋利 以及耳轮中只听得 吃冷一声 啊 可把段天德吓坏了 当时接手中的腰刀断为两截 那刀头啊 掉了 再瞧 李平的短剑呢 去世不停 已然抵在自己胸前了 可不段天德吓坏 当时吓了一个三魂渺渺 七魄茫茫 身子往后就痒 就听着噗哧这么一声 段天德胸前的一声 已然就给划了这么一个大缝子 自胸至腹啊 常常的割到了这么一条血痕 这要是李平啊 稍微会点武艺 力气再大一点 速度再快一些呀 那就当时给段天德来个大开场 可把段天德吓着了 那手里钻一刀瓣 就剩一点 改修脚刀了 那还要他干嘛 所以他把这刀瓣一扔啊 一翻身的抄起一把椅子里 把段天德吓着 把这椅子啊 挡在身前 哎 别别别动手 你把刀收起来 我不杀你 我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杀你 其实李平这会儿啊 是手酸脚软 并不能再动手了 而且全身乏力 就觉得浑身泛滥 这不说 父内这个胎儿啊 不知这会儿怎么了 在他这肚子里直动 其实呢 李平已然呢 就不能再跟段天德私拼了 但是坐在那儿啊 大口的喘气 俩眼恶狠狠 也瞪着段天德手里边 紧紧的攥住 短剑不放 那意思你过来呀 我再给你来一下子 段天德呢 一脚啊 得了得了 我服了 我服了 他也怕 韩宝剧 回头再来 如果呢 自己要一个人跑 李平啊 把自己的行迹 泄露给段天德 没办法 还得带着他走 所以这才 逼迫着李平 上船右行 仍然是沿着运河北上 经过林青州 德州就来到河北境内 这每次弃州登案 上路小住 无论是如何的偏僻 过不了多长时间 总是有人呢 是尾随而至能够找寻前来 到后来呀 除了 这个矮胖子 和那个美貌少女之外呢 又多了一个手持铁杖的盲人 总算这三个人呢 都不认得他 他要不出声 柯真恶呀 可听不出来 却呢 显向还生 他是越来越害怕 正在收听的是 由王岳波演播的 评书版 射雕英雄传 欢迎下载云听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又过了不长时间呢 哎哟 这段天的脑袋都大了 怎么又来了一桩头疼事 也不怎么这李平忽然呢 疯癫起来了 甭管是在客店里的 还在旅途当中 时不时的大声的 胡言乱语 是扯发思义 怪状百出 他是引人注目 段天德刚开始呀 还以为这娘们 是遭受到了啊 很多大的变故 神志迷糊了 这些日子确实有点疯癫 但是走了几天之后 猛然间醒悟 哦 不对 哼 这招可太损了 他是怕追踪的人呐 把线索给追丢了 故意留些刑迹 这样一来 我要摆脱敌人的追踪 那就更难了 哎哟 这段天德一脚坏了 这会儿呢 圣鼠见过 是金风出动 也就说呀 快到秋天了 段天德逃来逃去 已然 逃到了北国了 他还有一个头疼的事 就是身上带着银子呀 这会儿基本上花光了 可是仇人 依然是穷追不舍 到了这会儿 段天德可真有点发愁了 自私自叹呢 是自怨自艾 想老子当初我在杭州做官 当指挥使的时候啊 每天也是喝酒吃肉 啊 拿着钱逛窑子找粉头 那是何等的快乐逍遥啊 哎呀 没来由的 我为了贪毒人家点银子 到牛家村呢 去杀 这个强盗 就是这个恶泼妇 李平的老公 现在 我弄了这么一块烫手的热山芋 我是活受罪 他几次呢 打算撇下李平自行溜走 但是还不敢 对他暗算加害呢 还没成功 本来李平是得到护身符啊 现在变成了甩不掉 杀不了的大累赘 还得提心吊胆的 防着李平来报杀夫之仇 都是苦恼万分 这一天呢 已然来到了金国的京城 就是中都燕京 这个大金国的都城啊 就金中都和燕京啊 就是现在咱们的北京 但可不是咱们现在北京的这个 二环礼市中心不是 这个金中都原大都啊 他这个遗址都有 您有时间到北京 您都可以看到 范天德新了话说 行了 我来到了大金京师了 这个地方大 人多 我呀 找个僻静的地方呀 藏起来 只要我司机杀了这个泼妇 打这以后 仇人就是有天大的本领 他也找不着自己了 他打好了如意算本 没想到 刚到城门口的 城里边走出一队金兵来 把他俩给拦了 不问情有 上来就绑 呦 这 这怎么回事 短天德新的话说 你们绑我干嘛呀 这要在大宋朝好吧 在江南地面 他指挥室 当时亮身份 这帮人还真不敢抓他 到大金国这儿啊 他狗屁不是 他就一平头老百姓 他要是敢说 他这大宋的军官 那更得了 有性命之忧 他也不知道啊 要把他绑哪去 感情这队金兵啊 是抓拆 把他带的一地方啊 他明白了 绑绳松开 跟着其他被抓的人一块啊 挑什么呀 挑担子 给人家当苦累 李平啊 再粗壮 他的身材也比男的还小 这金兵啊 给他那担子还轻点 段天德挑一副 一百多斤的重担 哎呦 没养到 刚到金中都让人抓了 苦累了 他这叫苦连天 这队金兵 让这些人挑着担着 跟着一位官员啊 还往北 是一路的向北 这个官员是谁呢 敢将是金国呀 派往蒙古族的宣誓金主赤令的使者 哎 就是大金国派的使者 还往北上哪儿啊 上蒙古 哎 上那儿去宣布啊 金主赤令 就这么个事 那么随行护送的金兵呢 就乱拉汉人呐 这个老百姓当脚夫 挑着个担子里头是什么呢 那就是行李和粮食 这个段天德呀 他在大宋朝这边 南宋这边 他天天欺负人 原先这活都是他的 他也呀 要有点什么东西 随便抓个人 就让人替他扛着 现在呢 他自己也受上这罪了 有的时候要是扛遍几句呀 那个金兵啊 跟你反正语言交流也差点 也不跟你废话 手里那皮鞭子 没头没脑就往下抽 其实呢 这个情形啊 他原先阅历多了 都不足以为奇 不过原先呢 是他拿皮鞭子抽人计 现在呢 是金兵拿皮鞭子抽他 皮鞭子都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挨打这个脑袋呀 换的是颇有不同 李平这肚子呢 越来越大 挑着担子 跟着一块跋涉呀 他是疲惫不堪 但是他决意呢 要手刃仇人 一路上是竭力的掩饰 他不让金兵啊 发现任何破绽 好在呢 就是他自由勿农 哎 这个劳作呀 他也习惯了 他原先那个身体 又比较健壮 这些日子呢 跟着这个段天德呀 不住的私打 哎 其实他的能耐还长了 现在又打算豁出命 去是勉力支撑 走了几十天呢 竟在那个沙漠苦寒之地行走 这会儿呀 虽然说是东十月 但是北国齐寒的 您琢磨琢磨 都走到蒙古境内了 这一天竟然 飘飘洒洒 下了雪了 再抬眼一瞧 黄沙茫茫 竟然无处 可避风雪 这一队三百余人 排成一粒 就在这广末无银的 原野上行进 正往前行 就听见正北方向 隐隐的就传来了 喊声 抬头再一瞧 沉沙荡漾 土雨飞扬 哎呦 万马奔腾 无数的兵马 迎面可就冲上来了 大家伙啊 正在惊慌之际 大队的兵马 已然涌过来了 可这队兵马呀 是一群败兵 再一瞧啊 这个兵将身上穿着皮球 也不知道是墨北呢 什么一个部族 但是溃不成军了 航武大乱 再一瞧啊 马上这些人呢 是抛弓弃剑 扔枪 舍刀 争先恐后的击奔 人人的脸上 都带出惊慌之色 有的没了马屁 是徒步狂窜 跑啊 再一瞧啊 后边这马队上来 这个跑的人呢 可就是吃了亏了 怎么 有的就让马呀 给汤了 撞倒之后 一时没爬起来 马队过来 就丧身在 马蹄之下 这个金国官兵的一桥 败兵势大 可也四散奔逃 本来呢 他们是上国使者 他们代表大金国呀 来宣读赤子的 他不怕蒙古的军兵 但现在这败兵呢 无序 所以呢 这三百来人啊 不禁一撞 就给撞散了 李平呢 本来跟段天德在一起呀 现在一瞧啊 前面这个蒙古败兵 犹如潮水一样 往上一拥 混乱当中呢 段天德已然不知去向 李平呢 把手里头挑的那个担子 可也给扔了 就往人少的地方跑 信而此时 人人只顾逃命 蒙古败兵也未逃命 金国的官兵 抓的这个民俘 也未逃命 谁也顾不上谁呀 没人过来伤他 他跑来跑去 跑去跑来 这会儿肚子里头是 振振疼痛 再也支持不住了 哎呦 李平啊 就要在这 沙丘雪地之上 生孩子